这期继续讲穷小子333篇,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源,你尽管去搞,这边的事交给我,外面的事交给你,但是要抓紧,争取在年底之前给盲山带来一个大的改变。 春节的时候又是全国的旅游旺季,很多人都会借着假期到处旅游,我希望能把盲山市的旅游经济翻一翻。 万有才笑笑说道,那就这么说定了。丁大哥,还是那件事,我打算最近再和许一件联系一下,他要是再敢玩我,我会让他吃不了多着走,你看怎么样?万有才问道,丁长生叹口气,说道,看来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儿,这本来就是给你我下的套,你还要继续钻,我真是服了你了。 没办法,你要是真想捞回一局的话,你和莫小鱼联系一下吧,他正在追杀许一件父子,你们要是能很好的合作。 这件事也许会有转机,另外,吴雨晨被宗纪委的人带走,我去了一趟北京,把人捞回来了,但是结果是,要把许一件给活着带回来,你知道他们要活的许一件是什么意思吗? 万有才摇摇头,非常紧张地看着丁长生,丁长生继续说道,他们当然是找到真实的名单,这件事我还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我一再地暗示你不要再打这件事的主意。 你就是不听,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丁长生没有明说,当然也不会明说了,剩下的事情就看万有才怎么领会了。 此时自己再说就违规了,虽然现在自己不是纪委的人了,但是纪律还是懂的。 再说了,这件事还关系到吴雨晨,要是许一件不能活着回来,那吴雨晨很可能就会再次被抓。 在吴雨晨再次被抓之前,新能源基地的股份问题就要处理好。 所以,这是丁长生和纪委的交易,也是为了新能源基地争取实践。 就看周鸿琦怎么处理这件事了,要想让外人不再对新能源基地的寄予,也是为了保证吴雨晨没有再被利用的价值,这就要看接下来他们的智慧了。 万有才想不到,吴雨晨也想不到,或者是许一件更是想不到。 这么多人盯着吴雨晨手里的股份,所以,怎么能让吴雨晨吐出来那些股份,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交易,这才是考验智慧的时候。 当然,丁长生没有傻到对万有才说这些事,这些都是要按地理交易,不可能明面上大张旗鼓,否则,要是许一件不幸挂了,那么,自己就等于是对纪委食言了。 纪委肯定回过头来还要对付吴雨晨。 所以,许一件是死是活,就看万有才领会的意思了。 丁长生决定,除了莫小瑜之外,他不再派任何人去盯着许一件了,就算是安迪,他都想撤回来。 因为从万有才身上,他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莫小瑜也不一定喜欢丁长生的人时时刻刻跟在他的身边。 那样的话,许一件海外的资产到底怎么做到莫小瑜的名下,这也是一个累赘。 所以想到这里,丁长生决定让安迪回来。 每个人都有秘密,既然是秘密,就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那行,我和莫总联系吧。 万有才说道,嗯,我这边人手不够,我要把安迪撤回来。 丁长生说道,万有才没想到丁长生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他也单纯地以为丁长生就真的是缺人呢。 要不要我派几个人过来帮你? 万有才好心地问道,不用了,有些事外国人的面孔好做。 丁长生解释道,万有才走后,丁长生立刻给莫小瑜打了电话,告诉他安迪的作用已经不大了。 想要让安迪回来,自己这边也需要人,万有才会和他联系关于许一件的事。 具体的事情他们可以商量。 万有才走后,丁长生回到了市政府,梁可义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间办公室,就在秘书办公室的旁边。 没想到乌兰奇来了,正在梁可义屋里汇报工作呢。 丁长生走了进去,乌兰奇立刻站了起来。 镇上有事。 丁长生问道,没事,我是来汇报一下镇上的工作,找你找不到,先到梁市长这里汇报一下,回头再向你汇报。 嗯,你来得正好,我刚刚送走了一个客商,来投资的,他倒是提出了一个想法。 丁长生把万有才的想法说了一遍,梁可义和乌兰奇都觉得不错。 不错啊,这个可以试一试。 梁可义说道,我也觉得好,但是我又想了想,这件事还要再推广一下,那就是我们这里的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的文化才是外面人想看的,单纯的这些风景,看完就走了,也没多少印象。 能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这里的民族民风和民俗,乌镇长。 你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深刻地挖掘一下这里的文化因素,不要怕花钱,梁市长有的是钱。 文化方面的建设需要钱的话,找他要,组织一下市里文化馆的老师傅们,挖掘一下咱们这里的传统文化,这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 丁长生说道,我记得电视上有个节目,是在卢姑湖做的,叫亲爱的客栈,一下子就带火了当地的旅游资源,我们也可以搞一个这样的项目。 再加上你说的文化资源挖掘,我觉得可以在春节时大赚一笔。 梁可义说道,节目我已经让人去设计了,现在是文化方面的工作,乌镇长,你要抓紧时间。 丁长生说道,没问题。 文化馆的人需要市里协调。 乌兰奇说道,我来做吧。 丁长生说道,三个人,三言两语,就定下了下一步发展的目标,酒厂和辣椒加工基地是硬指标,文化是软指标,这样就可以把两方面的资源都利用起来,把农忙和农闲都利用起来。 不要让群众无所事事,把他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也是精准扶贫的精髓所在。 只有老百姓自己动起来,主动性地去致富,这才是长久之道。 乌兰奇很有眼色,知道自己在这里待得久了耽误这两人的事,于是汇报完之后就撤了。 丁长生也想走的时候,接到了行洪港的电话。 行部长,你好,行山的事还没完吗? 完事了,昨天刚刚出来,正在家里休息呢,这些人下手也是够狠的。 行山足足瘦了二十多斤,算是减肥成功了。 行洪港叹口气说道,那就好,那就好,让他在家里先养着,我过几天去看他。 丁长生说道,不用了,明天我和他一起去盲山,顺便考下一下盲山的组织工作,答应的事总要做到才行。 行洪港说道,那好,我向梁市长汇报一下,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丁长生说道,哎,准备啥呀,你也知道我这次去是什么意思,形势大于实际意义,还是走个形势算了,不要再给地方添麻烦了。 行洪港说道,好吧,像您这样体贴地方的领导太少了,哪个领导下来不是前呼后拥,地方上连夜造材料。 第二天,领导倒是来了,看都没看那些材料,各单位又得去买纸买打印机,修打印机了。 不过那样也好,拉动内需嘛,放在那里不用,什么时候是个坏呀。 丁长生笑道,行了,别扯淡了,见面再谈吧。 行洪港说道。 挂了电话,丁长生对梁可义说道,行洪港明天和行山一起下来,行山刚刚从纪委手里出来,听说是瘦了二十多斤,看来减肥效果很好啊,怎么安排一下接待。 他说了,不看文件,不听汇报,就是到处看看。 其实,这也是我要求的,就是来给他儿子站站台,不会很复杂了。 那也得准备一下吧,那就把我们近期的工作汇报一下,这是你来。 不,你来,我算是哪根葱啊,你是这里的主官,现在主持市委的工作,你不来谁来。 他这次来给行山站台,也是为你站台,你担任市长,主持市委工作。 下一步肯定是要担任市委书记的,省委组织部长来视察,你来汇报工作。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来盲山就是来给你当绿叶的,这风头我可不能抢了。 丁长生说道,听起来还是挺有道理的,那岂不是让你吃亏了? 梁可义说道,我吃啥亏啊,你还能让我吃亏了? 丁长生看着梁可义说道,梁可义一看他那眼神就知道他想干什么,说道,别胡来,这里可是办公室,大白天的。 好吧,我回去睡一会,下午还有事要忙。 丁长生说道,于是丁长生回了自己家,在市里上班比在镇上还自由呢? 虽然有自己的办公室,但是自己是听梁可义指挥,又不用实际干什么工作。 在路上正在开车的时候,意外地看到路边有两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但是看背影其中的女孩子像是乌云,今天不是周末,这个点也不是放学的时候。 他怎么和一个男孩子在外面逛街呢?还穿着校服。 去啊,送你们一段啊。 丁长生将车停在路边,打开了车窗问道。 很显然,乌云看到丁长生也是一愣,那个男孩子还是上次在医院里见到的那个。 乌兰奇说,他们没再联系了,没想到这次又搞到一起去了。 男孩看着丁长生,面对两个不知所措的中学生,丁长生下了车,走到了路边的人行道上。 上车吧。 丁长生对乌云说道,我的事不用你管。 乌云有些倔强地说道。 丁长生扭头回了车上,说道,好吧,你妈刚刚在市政府汇报完工作,她现在应该是回家了,我回去就告诉你去了哪里,干了什么,你猜她会不会打你。 乌云一听,丁长生要将这事告诉他妈,立马怂了,和那个男孩子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上了车。 但是丁长生并未就此罢休,又下了车,走到了那个男孩身边说道。 从今天开始,不要再骚扰她,你惹不起她,再让我看到你们在一起,我会找你家长说这事。 看得出来,男孩子很激动,但是面对丁长生,没敢吱声,看着车里的乌云,也没敢再有其他什么动作,掉头就走了。 回到车上,乌云很生气地质问丁长生道,你什么意思,你和我妈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你也不要管好不好青春期到了,渴望爱情和理解,我可以理解呀。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女朋友都谈了好几个了,每一个都会经历一个过程,接吻,上床,然后怀孕流产,每个女孩子都被伤透了心,到现在都不理我呢。 吴云,我只是想告诉你,谈恋爱,没问题,你能守住你的底线吗?丁长生问道,对于丁长生的问题,吴云不屑一顾,反而说道,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你和我妈这么不清不白的,你干脆和她生个孩子吧,小弟弟或者是小妹妹,我都喜欢,这样的话,她的注意力就不会在我身上了,我也可以轻松一些, 省得每天被她管得死死的。 吴云说道,丁长生笑了笑说道,恕难从命,我也问你一件事,你和那个男孩到了什么地步了? 什么到什么地步了? 吴云一听就知道丁长生想问什么,装傻不说。 拉手,接吻,还是上床,做了避孕措施了吗?要是没做的话,就要去药店买郁亭吃,不然的话,以你这样的身体,一旦怀了孕,死亡的可能性就占百分之八十。 丁长生说道,你平时说话也这么直接吗? 维婉懂不懂,真是被你吓死了。 乌云说道,这话你可以问问你妈,官场本来就是个维婉的场合,官场的关系也是一样,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情况少,最多的就是背后维婉的下刀子,然后再维婉地看你死去。 你,妈就是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和工作,你还不省心,你以为都和学校里似的,所以,我和你才这么直接,简单粗暴,但是最有效。 丁长生说道,大叔,我们有代沟好吧?算了,不和你说了,谈谈条件吧,怎么才能不把这事告诉我妈? 乌云说道,看看外面的天色,今天又加班了,想到刚刚被纪委放回来的儿子,饶氏行红港这样的官场老狐狸,也感觉到了残酷的现实,好在自己的屁股下面没有时,就算是查下来,大不了自己不干了就是。 此时,手机响了起来,这个点了,就算是谁叫自己去吃饭也不去了,只要不是工作上的事,他会一概回绝。 但是听到电话里的声音,以及对方说出来的几句话之后,他的眉头越皱越紧了,没想到自己一直担心的事还是找上门来了,这件事一直都是他心里的一根刺,拔不掉,也只能是忍着了。 好,我这就过去。行红港淡淡地说道,挂了电话,没有立即起身,反而是坐到了椅子上,向后仰去,看着天花板,手指在扶手上有规律地敲动着。 按照对方的要求,去了省城一家酒店的包房里,然后就让司机回去了,自己来这里也就算了,要是再被拍到坐着公车来赴宴,让巡视组的人看到,不是好玩的事。 毕竟现在穿难的高官没有一个不害怕的,自己虽然没什么可惧怕的,但是这件事就够自己操心的了,真是悔不当初。 服务员在前面带路,行红港跟在后面,一直到进了包房,才看到一个年轻人站起来,门口两个把门的,房间内也有两个把门的。 你们都出去吧,不许任何人进来。 年轻人看着门口的保镖说道,行红港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等到门关上了,年轻人才走了过来,向行红港伸出了手,说道, 笔人万有才,和许一见有交情,电话也是他给我的。 没错,这个约行红港见面的人,就是万有才,不知道是不是断定丁长生不会看那份名单。 所以,他有意无意地隐瞒了,在那份名单上的另外一个省级高官的名字,那就是行红港。 说是故意隐瞒也不对,因为在这份名单上,前面是一部分人,后面还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都被重点标注了加入的时间和退出的时间,退出的理由,以及当时的职位。 只是万有才把这些人都慢慢地捋出来了,这才发现,当年在京城担任一个区长的行红港,后来下放到了地方的地级市,慢慢升到了现在组织部长的位置,川南地处大西南,不比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 所以真正注意到这里的人,也只有那些掌握着官员帽子的人才会时刻注意到他们。 行红港没有和万有才握手,而是静止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这让万有才有些尴尬。 早知道应该把这事告诉丁长生,让丁先生牵线或许更好些,但是丁长生对决门的名单不感兴趣,这些当官的虽然不好伺候和结交,但是自己还是要一点点地啃,只要把这些人都啃下来,那自己以后的生意就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了。 你找我什么事,我好像不认识你。 行红港说道,但是,我认识你,你我都认识丁长生,这不就够了吗?朋友的朋友,不还是朋友吗? 万有才厚着脸皮说道,你认识丁长生? 行红港问道,我和丁长生是很好的朋友,还是兄弟,而且我们都是中南省白山市人,也是乡党。 所以,我和他的关系你放心去打听,下次见到丁长生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他和我的关系,而且我们还在联手对付许一剑,你说我们的关系怎么样? 万有才笑道,既然你这么厉害,那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事,我这次来是帮你忙的。 万有才说道,帮我忙,我没什么,可要人帮忙的。 行部长,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慢,行纳的公司被暂时封住了,连同账户里的钱也被封住了。 但是丁长生现在急需要钱用,所以,行纳没钱出,怎么和丁长生合作下去? 搞得丁长生到处筹钱,长久这么下去,丁长生还会和行纳合作吗? 再说了,没钱的合作,那就合作吗?光是凭几句好听的话就行了。 万有才问道,你的意思是,盲山需要行纳出的这笔钱,我可以代为出资,不要利息,不要股份。 到时候把本金还给我就行了。 万有才说道,这样的好事,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 当然了,我是个做生意的,无力不起早,无论丁长生还能在盲山待多久,行部长还要在川南待下去吧。 我在盲山投了点钱,不希望全都都打了水漂,到时候有人为难我,行部长能为我说句话,就这么简单。 万有才说道,是吗? 就这么点要求。 行红杠问道,万有才点点头,说道,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其实绝门的事我也不想利用。 而且这事我也和丁长生说了,丁长生对这更是不屑一顾,但是上面却不这么想。 一直都在查绝门的事,李铁钢对这件事更是恨之入骨。 所以,行部长,无论你现在是不是,都不重要,一旦查出来你曾经是,那肯定是少不了一番调查。 许一剑这个人心狠手辣,我不知道您为什么退了出来,是不是和许一剑有关系?看来你知道的也不多吗? 行红杠说道,万有才摇摇头,说道,行部长,可以这么说吧,我被许一剑坑了一把。 丁长生也是这么说,他给我的名单是一份简易版的,上面的都是一些小角色。 所以,真正的大佬并未在这个名单上,而你们这些早些年退出去的,倒是有一个算一个,都在上面呢。 那是不是也有秦振邦? 秦振邦?丁长生的老岳父,秦墨的父亲。 哦,那是钱岳父了,现在丁长生的老婆叫石梅珍,是中南省前统战部长石爱国的女儿,看来你的消息滞后了。 无所谓,反正丁长生和秦振邦是脱不了干系的,许一剑这个人把我们这些人都坑了。 所以,这辈子要是有机会,每个人都想置他于死地,只是这家伙也够狠,居然经缠脱鞘跑了。 行红杠无奈地说道, 再跑,也是在地球上转悠,还能跑到哪里去,只要是在地球上,生死就不是他能说了算的。 我和丁长生已经在找他了,估计很快就会找到他,你是想他死还是活呢? 万有才笑问道,他的死活,对我来说,没多大意义。 行红杠说道,万有才摇摇头,说道,不对吧,现在有人想要他活着回来,比如宗纪伟的人。 但是我想要他死,只有他死了,他的秘密才不会被人发现,包括把名单给我的事情。 我知道,现在名单上这些人也不会承认我是门主的,没关系。 我也不指望当这个所谓的门主,和你们这些人斗心眼,实在是太累了。 我们只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我用得着你们,你们可以给我力所能及的帮助,你们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做违法的事,其实做生意10%是靠运气,90%是靠关系。 尤其是在我们中国,我说得没错吧,刑部长。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巡视组还在穿南,要是他们知道了,我在这里和你见面,那我明天就去不了盲山了。 行红岗说道,去盲山,干什么去?万有才问道,没办法,行山的账户被封,丁长生让我去站站台,也算是为盲山搁置的项目打打气。 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在打盲山项目的主意了,取代行山的投资,行山前期的投资都会作废,这是行山承受不起的损失。 行红岗说道,万有才闻言点点头,说道,那这么说来,我来的还是时候。 是时候,但是你的钱我不敢用,这是要等到行山和丁长生见面聊了才行。 还有,别再和我提所谓的绝门,我早已不是里面的人了,你在提这事,我很反感。 你要是真想,我在关键的时候为你说句话,那就好好做你的生意。 丁长生是个靠得住的人,希望你能把握住机会,有时多和丁长生商量,你讲的是商业利益。 但是丁长生讲的是大局观念,不是我贬低你,在这方面,你还真得向丁长生学一学。 行红岗说道,人人都喜欢听好话,人人也都知道忠言逆耳,可是这不好听的话,谁都不愿意听。 现在的万有才就是这样,他自己知道不如丁长生,可是自己知道就行了,要是被人指出来,当面说在脸上,心里还是不舒服的。 作为官场老狐狸的行红岗,岂能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当这万有才的面说出来,其实是没安好心。 要是万有才和丁长生没有这么深的关系和交往,那行红岗或许不会这么说。 可是既然万有才和丁长生是相当,朋友,兄弟,那既然丁长生和万有才这么好,行山的位置摆在哪里? 他们要是合作起来,丁长生和万有才要是合伙坑行山怎么办? 所以,该挖坑的时候就得挖坑,该挑拨的时候就得挑拨。 而且自己说的这些话,无论谁拿出来,听都是忠言逆耳,都是好话,都是为了万有才好,谁能跳出里来。 被坑的人永远都没有挖坑的人聪明,至少在这一刻可能是这样的。 被坑的人看出来这是个坑,也就罢了,不跳就是了,但是如果看不出来这是个坑, 扑通一声跳进去,那淹死的事谁就很明显了。 很显然,万有才毫不犹豫地就跳了下去。 我知道,丁长生是我大哥,他比我强我福气。 万有才虽然这么说,但是嘴角的不屑,让善于察言观色的行洪港捕捉了个正着, 所以他顺势又加了一把火。 其实,如果是丁长生接手绝门,我或许会再次加入进去。 毕竟丁长生的关系比你要深厚得多,不论是中南省,还是中北省,还是河山市, 都有支持他的人和力量。 万总,你有什么? 所以,以后不要再和我提绝门了,那是个坑人的玩意,在你的手里更是这样。 徐一剑利用这个组织坑了不少人,你在想走他的路,我看行不通。 行洪港说道,万有才无话可说,毕竟自己是来求人的,不是来命令人的。 再说了,自己就算是命令行洪港为自己说什么,他也未必听自己的。 看起来这个老头还真是难对付。 我明白,但是丁长生对这个组织不屑一顾,根本不愿意接手。 我接过来也是迫不得已。 算了,我们不提这事了,还是说说行山需要的投资吧,我想和行山见个面,现在方便吗? 万有才问道,恐怕不方便,他刚刚从纪委回去,身体虚弱,还在家里养着呢,这个时候去,不是很方便。 你和我说就行,我可以替他做主。 行洪港说道,那好,您回去之后,问问行山,大概需要多少钱,钱怎么给他? 是直接打到盲山项目的账户还是其他方式? 我这边都没问题。 万有才说道,好,没问题,说句实话,你要是不提丁长生,我是不会和你聊这么多的。 而且,今天我们所聊的内容,我明天也会和丁长生沟通一下,我们不熟,我信不过你。 要不是你爆出了绝门的联络暗号,我也不会来,既然来了,又聊了这么多。 我已经坐到人之意尽了。 行洪港说道,万有才点点头,将行洪港送到了门口,等到行洪港走了之后,万有才坐在包间里的椅子上许久都没站起来,愣愣地看着面前一筷子未冻的饭菜。 回想起行洪港说的每一句话,一股恶气在内心里慢慢生疼,但是最后这股恶气还是被他压了回去,但是这些话就像是一根刺一样。 炸到了肉里,就很难再拔出来,就像是永远埋在手指的刺,时不时地就会疼一下。 进来,万有才叫了一声,万总,什么事,要走吗?你们几个进来把菜吃了,不能白花了钱。 万有才对自己的保镖说道,自己一点胃口都没有,竟只走到了一旁的沙发区抽烟去了。 行洪港回到了家里,行山和老伴都在等他回来吃饭,一看他回来了,立刻上菜。 又加班了。你年纪不小了,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孩子今天总算是回来了,你就不知道早回来一回。 老伴埋怨道,嗯,临下班又去见了一个朋友,关于盲山项目的事,不去不合适。 行洪港说道,万有才知道自己要是不把这件事和丁长生沟通一下的话,明天这事也会传到丁长生的耳朵眼里。 所以,在送走了行洪港之后,他在机场给丁长生打了个电话,此时丁长生正在乌兰奇的家里吃饭。 你怎么想起来去见他了?丁长生当时听万有才这么说也是一愣,问道,那我实话实说吧, 其实我也是刚刚发现的,行洪港也是那个名单上的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退出了。 对了,他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你的老岳父秦振邦,说他也是这个名单上的人,你知道这是吗? 万有才问道,知道,我是这次去北京的时候有人告诉我的,你想知道是谁告诉我的吗? 丁长生拿着手机去了阳台上,并且顺手拉上了推拉门。 谁啊?万有才知道,事情肯定不简单,要不然,丁长生不会这么和自己说这件事。 一个你肯定想不到的人,李铁钢,这意味着什么,至少他们是掌握了一部分情报的。 有才,我觉得你现在最好的选择是把这件事和自己彻底撇清,否则的话,将来肯定会引火烧身。 到时候,没人能就得了你,你听我的没错。 丁长生说道,我知道,但是现在我没有退路了,徐一剑既然给挖了这个坑,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我吗? 我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让他消失,所以我打算这几天就和他联系,然后和莫总联系。 到日本见了他再说,这件事就这么算完了,我也不甘心。 万有才说道,丁长生算是看出来了,万有才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那自己也是无能为力了。 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要是再说下去,万有才肯定也觉得自己管得太宽了。 好吧,你把出钱的事和行山父子说好就行,我这里无所谓,谁的钱都是钱,都能买东西。 你自己和徐一剑的交流一定要小心,这个人我感觉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要再掺和这事,让莫小鱼去对付他。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结局。 丁长生说道,嗯,我试试,实在不行,我会听你的。 万有才说道,既然万有才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丁长生还能再说什么呢? 于是简单交代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没什么事吧? 乌兰奇看到丁长生回来,问道, 没事,工作上的事,我们继续吃饭吧。 丁长生说道,乌云回来之后一直很老实,一句话也不多说,只是不时地看丁长生一眼。 晚上,丁长生没有走,而是明目张胆地住在了乌兰奇的房间里,当然少不了一番温存,只是因为知道乌云在家里,所以乌兰奇刻意地压低了声音,到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时,拿过来自己的衣服塞到了自己嘴里,但是被丁长生一把扯了下来,随即在他的耳边说道, 他都是大姑娘了,对这些事早已是习以为常了,你还忍着干嘛? 我今天在街上又遇到他和一个男生在一起手拉手地逛街了,逃课逛街,要不是我遇到把他叫回来,可能就去和男生开房了。 所以,女大不中流,你还是想开点吧。 昨晚去哪了? 梁可义到的时候,丁长生已经在他自己的办公室了。 丁长生指了指门外,示意他小声点,自己去哪里,还得向市长汇报啊,这市长管得也太宽了。 梁可义走到他的面前,小声说道,昨晚我去你家了,但是你家里没人,我还以为你在家呢,打电话也不接。 昨天和杜山葵一去出去办了点事,和上龙的死没那么简单,市里为了稀释宁人,早点把这事盖过去,已经开始只是市里的公安部门,按照自杀来结案。 但是从何老三和齐山的调查来看,这很可能是有人杀人灭口了。 丁长生说道,杀人灭口? 还是我那起交通事故的问题吗? 梁可义问道,是啊,或许没人知道这件事会闹得这么大,也没人想到我会查到这件事。 所以现在有人要预盖弥彰了,所以这事还真是有的查了,何老三已经去河山了。 虽然现在还没查出来什么事,但是我想他为了自己的命和为他大哥的事,也会尽力查出来点什么东西吧。 丁长生说道,看来这事还真是不简单,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想要干什么,在我身上下功夫,还不是为了打击我爸,他们还真是打错了算盘。 梁可义说道,所以,有人现在要迫切地把所有和他们有关的线索都掐断,只要是查不到他们身上,这事就是安全的。 丁长生说道,梁可义去准备迎接行洪港的事了,但是丁长生却在想,行洪港居然也和绝门有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于是上网查了一下行洪港的履历,查到的官方信息是行洪港来自京城。 虽然行洪港带来的人不多,但是组织部长下来视察,当然也会跟着不少人来,但是来了是干什么的,那就是另当别论了。 可能是在车上行洪港早已为这次的视察定下了调子,所以,跟来的人也都是跟着吓哈哈,也没说要检查什么东西,只是到处看看而已。 其实虽然是来视察的,汇报盲山的工作当然是两可一来,可是接下来的谈话却是丁长生和行洪港俩个人谈的,行山一直都在陪着,但是等到丁长生和行洪港谈试的时候,行山主动地躲到一边去了。 昨天,有个叫万有才的找我,这人是干嘛的?靠谱吗?行洪港开门见山地问道。 和我是朋友,白山的老乡,人还算是靠谱,我不知道他去找你。 丁长生说道。 这倒是没事,只是我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还有人再次把这事翻出来说事。 行洪港说道。 他是找了你之后和我联系的,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也是绝门的人,不过现在无所谓了,大家都说开了就好了。 丁长生说道。 行洪港摇摇头,说道,话不是这么说,这个所谓的绝门,其实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组织。 开始的时候,我和你前岳父秦振邦也在里面,当时就是相信了许一剑的说辞,说这是中国的骷髅会,效仿当时美国政坛的组织,大家互相照应。 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发现,这就是许一剑召集的一帮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组织的供他利用的人员而已。 所以我和老秦就退了出来,其实哪有什么绝门,都是他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这段时间以来,丁长生算是被这个所谓的绝门给缴获得不得安生,可是一个人一个说法。 到现在还在为这是奔波的万有才也是套中人,可惜的是他还没醒过来,还在为这件事张罗。 没有所谓的绝门。 丁长生一愣,问道,你以为呢,我昨天也想和万有才说这事来着,但是一来他上来就亮出来和你的关系。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你在这里面扮演着什么角色,所以就没说这事。 不过这个组织到底有哪些人,倒是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我相信也不是我感兴趣。 万有才感兴趣,或许感兴趣的人还有很多。 行洪港说道,我这段时间被搞糊涂了,我都相信了有这么一个组织,现在你又告诉我说没这回事,我到底该信谁的。 丁长生问道,徐一剑这么做,这么说,一定是有他的目的。 一个是为了给人自己是有实力的这么一个假象,还有就是这组织可能存在。 但是所谓的绝门称呼不过是他自己杜撰的,没这回事,他这是故意把自己神秘化而已。 行洪港说道,这么说起来,这个许一剑还真是个人才。 丁长生说道,这么说吧,这些年许一剑明里暗里捞了不少的钱,国内外有多少他的资产还真是很难说。 我虽然退了出来,但是一直都和我们一起退出来的一些人保持着联系。 这些人估计,许一剑从各个领域捞的钱不下五百亿,他手里有的是资源,有的是机会。 所以,国内外多的是他的资产,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大大的蛀虫,比那些贪官污吏。 这个人的手段可谓是高明至极。 行洪港说道,这也就解释清楚了,宗纪委一定要他活着回来,看来不单单是看中了他手里的名单,也看中了他的财富。 只是我想不通,为什么纪委一直都按兵不动? 这是我问过李铁钢。 他解释说是要得到许一剑手上的名单,但是这个理由牵强得很,看来这些财富或许才是他们没掌握到确切的材料之前不敢轻举妄动的原因之一。 丁长生说道,没错,所以,这个人的能量之大,可想而知了。 行洪港叹口气说道,丁长生的脑子在飞速地转动,他在想着这是该怎么和万有才和莫小于沟通。 要是他们知道了许一剑有这么多的资产,不知道还能不能淡定地处理这件事。 这些钱对丁长生来说,他没什么觊觎之心。 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边际效应,也就是当一样东西多少没有意义的时候。 那么对人的作用和诱惑就小了很多,丁长生现在的钱也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一切。 那么再多的钱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自己还会寄予许一剑的钱吗? 长生,你还能在这里待多久? 万有才要是投资的话,这个人的钱用着靠谱吗? 虽然行山的公司现在被查封了,但是查清了事情之后,肯定会在近期解封。 所以,如果项母可以拖一拖,我建议是不用万有才的钱,我怕这钱来路不明,将来会给项母带来更多的麻烦。 行洪港说道,他或许早已看出来万有才不靠谱,所以这是老狐狸的直觉。 可是自己却不能拆万有才的台,行洪港来了这里一趟,和自己见了面就不用万有才的钱了。 况且这是还是他们都说好了的,自己要是这个时候拆台,万有才还不得恨死自己,自己也不能做这样的事。 这个你放心,他的钱都是干净的,没问题,再说了,这钱直接给了项母,到后期你们走个程序就行了,和你们无关。 丁长生说道,行洪港点点头,说道,昨天我本来和万有才说好了,但是行山担心万有才的钱有问题。 他现在是被纪委的人整怕了,来的路上提出来这事,他不好意思再自己说,我就得舍得出来这张老脸了。 行部长,这个你放心,没问题,你告诉行山,这是和他没什么关系。 就算是我给项母借的钱好了,将来行山的公司解封了,把这些钱再打到项目账户上,从项目账户再返给万有才,这样的话,一来一去,都和你们没任何的关系。 你看这样合适吗?丁长生问道,行洪港的脸色有些尴尬,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这是我来处理,行部长,保证不会给您带来任何的麻烦。 丁长生的脸色没有任何的变化,依旧是谦虚有理,这倒是让行洪港感觉到自己小人之心了。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行洪港笑笑说道,我明白。 现在是非常时期,对我对您都一样,还是小心点好。 我这边呢,目标小一点,他们也不屑于对我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这样了,死猪不怕开水烫,无所谓了。 丁长生说道,话不能这么说,现在来看,他们没找到行山的任何线索,也只是让他吃了点苦头而已。 我倒是很感谢他们,行山这孩子一直都是娇生惯养的,这一次倒是让我看走了眼,没想到他能撑下来。 行洪港说到行山的时候,很明显是有了骄傲的表情。 那是当然,其实这人的素质是在关键时刻体现出来的。 我和行山第一次交往时,就知道他能成事,和我以前接触的高干子弟完全不同。 丁长生接上话查说道,简短地聊了聊之后,丁长生和行洪港以及梁可义一行去了龙安镇。 这是行洪港第一次到他儿子的公司所在地,以前只知道这家伙在山里搞了个比特币工厂。 但是自己一直没来过这里,都是依靠着和尚龙照顾着。 从这个小路上去,就是和尚龙死亡的地方,汽车坠崖,脑袋不知道去哪里了。 到现在都没找到,市里刑警队给出的结论是自杀,周里也是倾向于这个说法。 但是这里面有不少的疑点还没厘清,可能这个案子就到这里为止了。 自杀的话很多事也就可以解释清楚了,该泼脏水的泼脏水,该扣帽子的扣帽子。 丁长生笑笑说道,和尚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以前逢年过节,时常去家里做作,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这个案子就这么完了。 刑洪港问道,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不再调查。 梁可义说道,那你们的意思呢? 刑洪港问道,我们的意思不管用,这个案子是周里说了算, 依我看,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也好。 至少可以让一部分人放心了,要是继续查下去,周里可能有人就不高兴了。 据说这个和尚龙和周里的一些领导的干系也是错综复杂,死了反倒是一了百了了。 丁长生说道,梁可义是一个天生搞政治的人,这也是和他在家里的耳濡目染有关系, 所以到了镇上,介绍镇上的发展和以后的投资,说得头头是道。 这也可能是因为,他让乌兰奇把龙安镇的材料都拿过来看了一遍。 所以说起来比丁长生还详细,这给了行洪港很大的触动。 好啊,这个龙安镇我没来过,盲山来过一次,但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一直没摘掉。 穿南还有几个没摘帽的,这次上面发动向贫困的最后一站,但是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不容易,你们来盲山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出来这么大的动静。 我看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竖起来,回去后我会向省委汇报这次视察的结果。 行洪港说道,行不长,免了吧,我们做事不是图出名的。 再说了,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们要的是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可不是来这里考察学习的官老爷。 说实话,我们这里管不起饭,你这典型竖起来,来学习吃谁的,喝谁的。 丁长生说道,听闻行洪港这么说的时候,梁可义的眼前一亮,但是还没来得及插话,就被丁长生给堵了回去。 他和丁长生的想法不一样,但是现在,既然丁长生这么说了,他也不好当场,和丁长生顶起来, 那样的话一来显得不团结,也不想让丁长生面子上下不来。 长生,你要把眼光看得长远一些,你让他们自己带着方便面来就行了,给他们提供点热水就好。 所有的学习都是自费处理,你们不用管这些事。 他们觉得,不好可以不来,但是扶贫是个大事,是川南的大事,你们这里发展好了,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也要让其他的兄弟现实学一学,哪怕是学到点皮毛,回去发展一下,让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行红岗说道,其实长生不是这么想的,他是想要等到发展起来之后再展示出来,现在发展得半生不熟,让兄弟现实笑话。 梁可义打圆场道,哎,就是要这个时候让大家来学习才好,不然的话,等到建设完了,搞起来了,那时候你们更麻烦,还得挨个讲怎么发展起来的,别的不说。 我在新闻了上看到了,你们把镇政府腾出来搞酒店建设,办公人员窝在后面的食堂里办公,我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不像是很多干部。 一天到晚窝在办公室里不出去,好像自己和洪秀泉似的,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他们知道吗? 干部要走出去,走到老百姓中间去,这样才能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 针对性的提供什么服务? 长生,这话是你说的吧? 行洪港扭头看向丁长生,问道。 是吗? 是我说的吗? 我不记得了。 丁长生说道。 这话是我写到新闻稿里的,从镇政府大楼里搬出来之后,有些干部没有办工作了,就发牢骚,这是丁书记,你让他们下去考察的时候说的话,我提炼了一下,版权还是归你。 乌兰奇这时候,从后面凑合上来说道。 哦,对了,行部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网红镇长乌兰奇同志,你可能没看过他的直播,能把龙安镇推出去,他的功劳可不小。 然后丁长生又让乌兰奇为行洪港介绍龙安镇的发展,梁可义介绍的都是树干,而乌兰奇一直在听,所以,介绍的时候,都是避开了梁可义介绍过的东西。 讲的都是吱吱叉叉叉一些细节的东西。 丁长生和别的领导不一样,上级领导来了,恨不得把上级领导搂在自己怀里,不让别人接近,但是丁长生会给下级充分地展示机会。 你只要是有本事,有胆子,就给你展示的机会,就像是现在的乌兰奇,已经取代了丁长生和梁可义,做起了龙安镇的推介人。 我想把乌兰奇调到市里去,你觉得呢? 梁可义小声问丁长生道,我现在就在市里了,你再把他调到市里去,那龙安镇怎么办? 丁长生问道,你回来啊,我觉得他比你有用。 说完,梁可义紧走几步跟了上去。 嗯,此时,可以,我觉得你们的战略没问题,我还是觉得,要把这个标杆树立起来,这样对全省的扶贫是个激励,这件事回去之后,我会向省委汇报一下,你们做好准备吧。 行红岗说道,行部长,我觉得这事还是三思,我们怕被吃穷了,我们这才是刚刚发展起来,这个来视察。 那个来学习,我们招待不过来啊,也没人能把这些事担起来。 哎,我觉得小屋就不错,可以调到市里,专门负责推广这一块。 梁可义说道。 丁长生白了他一眼,心想,你这是铁了心,和我对着干了。 在神仙湖旁,行红岗低声对丁长生说想找个厕所,于是丁长生带着去了树林里,有女同志跟着,就是不方便。 说是上厕所,其实是行红岗想单独和丁长生聊一聊。 俩个男人进了树林里,找个地方放水,行红岗回头看看丁长生说道。 长生,我说你怎么回事? 我说了这么多,你都没听进去。 部长,你说的什么,我都听进去了。 丁长生说道。 哎,你是当局者迷,你看看梁可义,他就比你脑子转得快,那我问你,你来盲山是干什么来了,是奔着梁可义来的,还是奔着扶贫来的? 别想,直接回答。 行红岗问道。 丁长生一愣,随即就明白了他什么意思了。 你小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梁可义来穿难,就是为了锻炼基层经验。 我这次下来,一来是答应你了,不好不来,没想到你们搞得还不错,这是多好的机会。 只要是把这个标杆竖起来,梁可义的政绩就上去了,这也是梁书记要的效果。 你说你横蓝树党的,你什么意思,不怕梁可义和梁书记生气啊? 再说了,就算是来学习的吃喝拉撒,你收钱就是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搞那些兄弟情谊。 来这里学习,就得交钱,再退一步讲,就算是吃喝拉撒用你们的,那也是事理出钱,甚至省礼会给你们补贴,又不用你们一分钱,你担心什么? 行洪港问道,丁长生这才明白了行洪港的一番苦心,笑了笑,说道,是我心胸狭隘了,没想这么多。 也不是,你是当局者迷,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想为盲山的老百姓多做点事,少一点空话和口号,但是政治不是关起门来过日子,这是要炫耀的。 不炫耀领导们怎么知道,你也是从政这么多年了,还不理解这些事?哪个地方不是一点成绩吹成十分?哪个领导干出点成绩来不是和母鸡下蛋似的到处瞎叫唤,生怕别人不知道她下蛋了?所以,你要想得开,想通了没? 行洪港问道,是是,想通了,下蛋了就要叫唤,丁长生笑笑说道,哎,这就好,经济数据是给领导看的,但是这名声嘛,是给百姓看的,要让老百姓知道你干了啥,别偷摸的把事做了,老百姓不知道,他们是不会领情的,所以你干了什么,要及时地释放出去消息,这才是现在的政治该有的常态。 国外那些候选人也是一样,干出来点东西,就要大力宣传,我们一直倡导,做好事不留名,其实这是不对的,母鸡政治的哲学,你要好好学学,这对你将来有好处,你看看梁可义,我就注意到,他是很想把芒山树立成典型的,但是你抢戏了。 行洪港说道,这一席话说的丁长生是心服口服,不得不说,有些人对政治的把握比自己身上有几个手指头还要熟人,行洪港无疑就是这样的人,自己只是局限于这一方田地的利益了,但是人家看出去的是诗和远方。 后来丁长生每每回想起来,这一段和行洪港的撒尿谈话,总能让自己受益匪浅,尤其是他的母鸡政治哲学,让他更是如鱼得水。 行部长,要不然我还是拜你为师吧,和您这一话,我感觉过去这几年的政治白完了,你呀,玩事不公,政治哪有玩的,用心体会,你会比我强,我就是有点经验而已,你呢,还年轻,拜师就免了,得空我们多聊聊就行,行山这孩子呢,单纯,不懂事,你多照顾一下他。 行洪港说道,他比我厉害得多,小小年纪就有了巨额财富,他照顾我还差不多。 丁长生笑道,行洪港笑笑,没说话,心里却在想,丁长生这小子学得快,脑子也快,一点就通,不是倔强认死里的人,倔强认死里的人不适合从政,这个社会不适合海瑞。 这是行洪港对丁长生的看法。丁长生陪着行洪港回来,一行人中午在行山的公司里吃了饭,下午就把行洪港送走了。 行山找到丁长生,问道,你和我爸去了树林里那么久,干啥了? 还能干啥,被你爸一顿教育。 哎,行山啊,我真是羡慕你有个好爹啊,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好爹,我的政治仕途早就一步登天了。 丁长生摇头叹道,真的,那简单啊,你我拜爸子,我爹就是你爹。 行山的脑子转得倒是快,开口说道。 丁长生白了他一眼,扭头走了。 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回头和我爸说一声,对了,我这在纪尾里待了这么多天,你也不给我接风洗尘啊。 行山追上丁长生,问道,好吧,接风洗尘,你想吃什么,喝什么,说吧。 丁长生问道,还能有啥,我今晚在湖边公司里准备了烧烤,我把立香也叫去了。 丁长生在市里没回来,怎么样,你懂得,是兄弟的就一块来,保证让你不需此行。 行山说得引荡无比。 我现在是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玩这个。 对了,下次见到万有才的时候,你可以和他玩玩,这家伙知道怎么玩,我教你那一手,就是他教给我的。 丁长生说道。 行山听了点点头,小生说道,其实吧,丁哥。 我还是相信你,对于外人,我还真是不怎么相信,那个万有才,说到底还是个商人,我和商人打交道,一向谨慎。 我也是个商人,知道商人眼里只有利益,一言不合的是多了。 只要是利益分配的得当还好点,分配不均的话,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所以,还是和你合作我心里才踏实。 丁长生文言笑笑说道,你少给我戴高帽子,你要是不给我好好干,我一样把你踢出去。 我要的是正极,这老是不出成绩,我一样为难。 我知道,你没看出来吗? 梁家的事,我比谁都上心,我爸也是一样,只是努力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我们和你都一样,都是一条心。 说完,行山还拍了拍丁长生的肩膀说道。 正说着话呢,丁长生看到远处驶过来一辆车,下车的正是立香。 他一看丁长生也在,扭捏着不想过来,但是被行山招了招手,就叫了过来。 丁书记,我刚刚从酒厂那边过来,建设得很快,年底之前肯定能投产。 立香走过来之后,先是向丁长生汇报了酒厂的建设进度。 丁长生点点头,对行山说道,你看看,立香嫂子都急不可待了,酒厂的事比你都上心。 那好,你们先谈着,我去送送行部长。 说完,就离开了他们,立香看着离开的丁长生。 小生说道,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被抓的时候,我们都担心死了。 你吗?谁还担心我的死活? 行山问道,丁书记和我们谈了好几次,说是让我和王正安一定不能自己先乱了。 要是我们自己先乱了,等不到你回来,公司就垮了。 王正安不服气,被丁书记教训得不轻。 立香说道,是吗?什么时候的事? 行山皱眉问道,你刚刚被抓的时候,王正安也不管公司的事了。 丁书记来公司,一看乱糟糟的,就把王正安教训了一顿。 立香说道,看到那些人都走了,行山带着立香进了公司里。 怎么教训的? 行山刚刚看到王正安了,王正安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和之前见到自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自己还没来得及问呢? 原来这里面还有这回事。 丁长生和梁可义一起坐车,送行洪港回市区,然后再送他离开了盲山市。 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周里得到了消息来人时,行洪港早已离开了盲山。 周里的消息不但闭塞,而且连带着也是敷衍的意思,因为行洪港是组织部长。 最不计周里来人也得是个组织部长吧,但是来的却是一个副部长,还不是常务。 所以,这些人的消息不管用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们以为省里的传言一定会变成现实。 省里好几个领导都被传协助纪委调查,在他们看来,只要是被调查,那就一定是难以脱身了。 对于这些没有眼界的人,丁长生都懒得和这些人纠缠,直接躲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里玩游戏,其实是在和安迪联系。 问问莫小鱼和他的情况到底如何了。 丁长生,找到许一剑和许剑生了吗? 安迪,已经锁定了位置,进行了第一次侦查,效果不错,但是要想动手,还得再等等。 他们父子现在日本东京的郊区酒店闭门不出,就我们的消息,他们都有自动武器,很难靠近,只能智取。 丁长生,那就好,不要蛮干,尤其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你和莫总说一下。 我国内这边要用人,你回来吧,外面的事全部交给莫总负责,你不用再操作这事了。 安迪,要我回去? 丁长生,对,你回来吧,国内的事也很重要,你的身份比较合适,许一剑交给莫总处理。 丁长生用新的号码和莫小鱼联系了一下,说了一下自己的要求。 没问题,你要是需要人,我可以让他先回去,不过这个人很专业,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知道,万总那里也有不少人可用,他会和你联系。 莫总,万总的想法比较多,你和他好好沟通一下,或许这几天他就去找你,说不定现在就在飞机上了。 丁长生说道,丁哥,你们没闹矛盾吧?我怎么听着你这话里有情绪啊? 莫小鱼问道,若论茶言观色,他们三人莫小鱼最厉害,常年在古董行里混,买卖之间,交接都是商人。 商人的精明都在一言一行中,那种完全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人极少。 所以,这些年莫小鱼的精明也体现在这里,察言观色,从说话的字里行间就能听出来你的情绪。 没有,只是我劝他的话他不听,非要冒险,火中取栗,我们都是朋友,也是兄弟,你帮帮他吧,对付许一剑的事,你和他多商量一下,我远在国内,对国外的事不清楚。 你们俩有完全的处置权,不用事事都和我商量。 丁长生说道,万总的意思是,名单。 莫小鱼试探着问道,你知道这是?丁长生皱眉问道。 听他说起过,我也劝过他,我说这是真的是不靠谱,先不说许一剑这些年在国内的巧取豪夺用了多少手段,他怎么可能是那种轻易放手的人。 再说了,这一次他仓皇出逃,国内的多少资产都没来得及,也不会全部都转移出来。 他背后还有多大的利益集团,他的手里要是没有那个名单,谁还会和他合作联系,谁还会给他卖命,万总想得太简单了。 莫小鱼说道,丁长生没对这话做评价,而是继续说道,你等他去了日本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不要吵架,也不要着急,他也知道这是做得不妥,已经开始在做调整了,至于调整得怎么样,到时候你们再商量吧。 那好,我让安迪回去,那你还要不要其他人,我这里也有得利的人。 莫小鱼问道,暂时不用,我主要是让他回来去河山收集消息,暂时还不用很多人。 丁长生婉言谢绝了莫小鱼的好意。 挂了丁长生的电话,莫小鱼的心里还是活泛了,相较于万有才,丁长生才是他最想接近的人,因为丁长生的关系在他看来是最佳的保护色。 自己在国内从事的行业,以及从外部搞到的东西,回到国内,这都可能需要丁长生的关系网。 尤其是中南省海关的事,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自己费了多大的力气。 还差点被海关的人黑吃黑,就连马思影都束手无策。 丁长生只是一个电话而已,还导致了海关人员的落马。 自此,中南省海关这条线,再也没人敢拦着莫小鱼的祸进来。 所以,他逐渐搭上了丁长生这条线之后,一直都是小心翼翼地在经营着双方的友谊。 奈何丁长生不爱财,女人也不少。 一时间,他都找不到可以让丁长生相信自己和自己结盟的筹码。 所以只能是往丁长生所在的地方砸钱投资,不论成败得失,就当是打水漂了。 可是丁长生不是那种挖坑埋朋友的人,所有的投资都是双赢的考量。 你投钱,我也得让你赚钱才行。 而且从来不会从投资里拿一分钱,就连这次三人结盟搞许一件。 也是把国外的肥差给了自己,让万有才处理国内的事,国内的部分给万有才。 丁长生一点好处都没得到,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吃亏的交易,可是丁长生就能做得出来。 倒是万有才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当时三个人定下的策略,伸手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现在这东西烫手了才发现得不偿失,还不惜取教训,还要再拿一次。 但是,莫小瑜感觉自己也真是醉了。 挂了丁长生的电话,莫小瑜立刻给马思颖打了个电话,她觉得自己应该早做准备。 外面的事处理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来? 马思颖接到电话后问道:"还得再等等,对了,你明天去一趟川南盲山,去找丁长生,以我们博物馆的名义,捐资一千万给盲山的教育系统,在山区的教育上做做文章。 问问丁长生该怎么处理,是要食物,还是要钱,怎么做你听他的就行,我暂时不回去了。 莫小瑜说道:"这么多,是不是多了点,山区的教育能花多少钱?一下子给他们这么多。 马思颖有些不舍得,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行,对了,叫上你的那些闺蜜朋友,萧涵,赫乐蕊,这些都是和丁长生有关系的女人,你都带上,他们要是出钱最好,不出钱的话,你替他们出了。 小韩估计没钱,赫乐蕊不差钱,丁长生那里,一定要做足了文章。 这一次给我们的利益很大,我正在运作,我们舍出去的这点钱,微不足道,略表心意罢了。 丁长生说道:"那好吧,我筹措一下钱,尽快去。 马思颖说道:"不是尽快去,是明天一早就去,现在联系他们吧,钱可以慢慢筹措,但是态度一定要尽快到达,你就按照我说的做,没错。 莫小鱼说道:"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得罪他了?" 马思颖问道:"不是我得罪他了,是别人得罪他了,但是我们要摆出我们的态度,让他有个比较才好。 就这样吧,明天一早就去,现在就订机票。 莫小鱼说的话,不容置疑。 与此同时,安迪也做好了回国的准备,机票是莫小鱼买的,头等仓。 虽然知道安迪只是丁长生的一枚棋子,但是这枚棋子离开了自己的药,居然还能尾身在丁长生的身边,足见丁长生的个人魅力了。 从一个刺杀者变成了被刺杀者的奴隶,这本事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莫小鱼自问自己:"要想利用这样的人,不得不靠药和虫子,但是丁长生不用,他靠的是什么?" 莫小鱼不知道,但是安迪知道。 这是东京的特产,回去替我交给丁先生。 莫小鱼让手下买了一些东京的特产,交给了安迪。 要论对东京的熟悉,恐怕万有才和丁长生都不如自己。 在这里,就像是在自己生活了好多年的城市一样。 包括出去对许家父子的侦查,都不用自己出马。 自己在东京的那些市里,都可以一手操办。 可以说,许一见算计到了万有才和丁长生,但是一定不知道,后面还有个莫小鱼。 把这人漏了,或许是他最大的败笔。 安迪一声不吭,接过来之后就离开了。 对于莫小鱼,他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这个人身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杀气,这种感觉或许只有同为杀手的他,才能感觉到。 这些都是我新买回来的。 作为一个爱国商人,暂时先把这些东西放在私人博物馆里。 将来肯定是要捐给国家博物馆的。 其实我已经捐了不少了,你们可以去故宫和国家博物馆看看,瓷器和绘画都有。 在马思颖的私人博物馆里,他向赫乐蕊和肖涵介绍着自己新买进来的收藏。 三个女人各有千秋,看来都是女人中的女人,尤其是她们的年龄以及装扮。 到了这个时候,都是最成熟的时候了。 相较于那些刚刚盛开的花朵,花蕊更加的甜蜜,散发出来的香味也最能招风引蝶了。 叫我们来,就是为了看这些东西啊。 有啥事,你还是直说吧。 我可是听说,莫先生是造假的高手,很多作品都卖给外国人了。 可是他没想过吗?那些外国人买中国的东西,还不是为了再卖给中国人。 我知道的不少老外一直在中国民间收集匠人高手,买了不少艳品,出口到国外之后,通过包装,做成一套假的传承经历,直接上拍卖会,然后卖给中国人。 现在国家已经注意到了,这是一种变相的资本战,神不知鬼不觉地对中国进行了再一次的资本财富掠夺。 赫乐蕊看着这些美丽的花瓶,一点都没给马思颖留面子。 哎,我可说好了,我们家老莫可是从来不做这些事,他才不是什么造假高手,他最恨的就是造假了,我们有多少钱都砸在一些赝品上了。 马思颖说道,你们俩在这里掐什么呀,我渴了,一起喝一杯吧。 萧涵打了个圆场道,对对,去茶室喝茶吧,我今天请你们过来,还有重要的事呢。 马思颖说道,虽然对赫乐蕊的人不给面子恨得牙根痒痒,可是却不能得罪他。 这是莫小鱼给自己的命令,虽然自己的家事在京城也是有些分量的,但是这些分量早已不足以维持自己的体面了。 将山带有高官出,死了的就不算数了。自己家那些老人们死了之后,马家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靠着老辈的恩印是混不下去了。 所以自己才紧紧地抓住了莫小鱼这个商业新贵,不惜做小也得忍着。